旅遊經典報例在我們說來到淡水 除了逛逛老街 想要體驗河岸風光 一定要來一趟渡輪之旅 搭乘這渡輪到對岸的巴黎 品嘗小吃美食 不只有這個老字號的美味雙胞胎 還有超厚的青蔥胡椒餅 由前立委呂孫玲帶路 帶著我和絲毫主播 一起朝鮮淡水美食 那今天要帶我們來走走晃晃 今天要帶大家去坐渡船 然後到巴黎去 我們去那邊去吃好吃的美食 巴黎第一站 我們來到了老街 我們要吃什麼呢 最好吃的雙胞胎 超級好 超香的耶 真的好好吃喔 外酥內軟 超綿密 因為滿脆的 而且滿脆的 而且滿脆的 他們的雙胞胎吃起來很膩 好滿足喔 有點飽耶 他們自己吃飽對不對 不行 那個胃還要再留一點 然後我們還要再去吃一個 非常好吃的胡椒餅 老闆好 來給我們一個招牌的胡椒餅 對 他們的豬肉非常的紮實 對 非常的跑滿 超大一塊肉喔 你看 然後下面就是蔥花嘛 吃飽了 等一下我來消化一下 順著這個步道走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去吃 好吃的美食 我又要吃嗎 對 蛋 怎麼又要吃了 侯派的料理在桌上呢 幫我們介紹一下 蛋水獨有的 白昌生魚片 雞萊 新鮮的 這個都是昨天晚上的 現打然後燙來的 除了海的味道 入口即化 對 而且裡面的洋蔥 算是點綴的 對 這個是我們農業局 強推的萬里餡 看看現在很飽滿 不沾醬 吃原味超天 很鹹對不對 對 事實上蛋水這邊 海鮮特別多 種類也特別多 今天謝謝寬哥的介紹 我們待會兒 馬上來大塊農 謝謝寬哥 謝謝寬哥 好 我們主播出外 請到下次見 拜拜